桌面上 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的Table01就出来了 那如果你要看里面有什么资料的话 你可以再去什么呢 直接看到里面的Table01 它里面的资料就会出来 不过我现在因为没有存任何资料 可能因为结束的时候 它已经把它桌不掉了 所以里面已经桌不掉了 所以如果说呢 我不要桌不掉里面就有Data了 目前是空的啦 OK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 但如果说你今天 想要做什么 Excute SQL 比如说你要Insert into一笔资料的话 其实很简单嘛 你只要把那个 刚刚我们做过的 这一串嘛 Insert into这个啦 其实你就把这个语法拿来用就可以啦 其实这个Insert into 哪个Table 里面哪个栏位 那可不可以在这边下 你除了可以在我们刚刚 那个上面ADTest里面下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下 比如说我今天要加什么呢 加这个几笔记录好了 比如说那个 1 然后 豆点 第一笔记录的话是 比如说Data 1好了 然后类似像这样 然后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你记得 把它前后加单引号 后刮户 这样就OK了嘛 那你要Excute它的话 你就这边有一个Excute Query 按一下它 它就帮你什么 No L 就是没有错误 Browse一下 看一下Table里面有没有资料 有一笔记录 有没有看到 自动产生一个编号 自动产生一笔 如果你要加第二笔的话 你就是什么 2 然后这边的话就把它改成2好了 它又增加一笔 It's Q OK 然后呢 再查一下 有没有 又一笔了 那ID是自动增加的 OK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吧 以后你Gate回来之后 你也可以再去做后续的练习 那你要练习 除了说你可以用什么 Insert Update Delete 或者像刚刚同学提的 多笔的新增 对对对 也可以啊 你就是在这边 应该自己可以try吧 比如说这边2 我把它改成3好了 然后呢 后面再改成4 我们其实可以做多笔 多笔其实照同学的逻辑 这个逗点对不对 然后就是再多一个 这个 假设我要再一个4的话 那理论上 假设我要同时新增两笔 就是3跟4的话 其实就这样结构嘛 其实不难记了 就把它执行一下 不要打错字 没有错误 不要老实一下 不是不是 它另外有一个自动的 可是又怎么这么慢 卡住了 有打错吗 没错 OK 好了 反正就类似像这样 其他像 update delete select OK 你如果把这边 稍微训练 在这边练习 OK 就没有问题了 那刚刚同学也有 又讲到 其实懂思考跟懂枢纽就够了 是不是 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比手了 应付同时需求够了 但是应付面试我就不够了 不会算资料库强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都好解决 但是如果只有资料库很多东西 你还是没化一个人 解决掉 对啊 有没有前面系统 所以你还是要来这边学app 把app好好学 因为其实 那个是后端的东西 你还是要前端的app 前端有视窗 有网页 有app 或者有什么什么 反正其他的 对 那当然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如果多一些些的话 自然你的附加价值又高 可被利用的价值高的话 老板当然会很喜欢 他就会评估你的利用价值有多高 再给你适当的这个待遇 OK 同样的道理 好 那这里的话 应该 各位可以看 这个SQL Lite 这个database browser的位置放在哪里 其实我已经把它放上去了 它的位置在什么 补充资料里面 各位找一下有个 那个SQL Lite这个browser 你把它下载之后解压说 它是一个美安装的 只要是点db的 它通通都可以用 蛮好用的 我蛮常用的 那后面